别哭 哭什么呀 熟熟 你爸他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 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我就算是跟他闹吧 我那也是让他提高警惕 我想好好跟他过日子 我不想让咱们这个家麒麟子散 我还经常骗自己 我说那些都是假的 即使是真的那也都过去了 那谁没有一时犯糊涂的时候啊 可谁成小 你看 这都是真的 你看看这白纸黑纸 这上面都写着呢 写得清清楚楚的 你看 要跟家乡的未婚妻解除婚约 他压根他就没想娶我 这二十年来 他就想娶那个狐狸精 瞧瞧招握他 他吃着碗里的 还瞅着锅里的 闺女 我的心哪 这些年一直都没放在咱们俩身上啊 我说你爸怎么老不爱听 我给乔小赵介绍对象呢 原来他们俩的心思就在这儿 我还像傻子似的 让你爸去给他干活 你说那我不是给他们创造条件吗 我怎么那么好啊 我怎么那么一个都杀到家了我 妈 妈 你干嘛 花生 不对 你看那这上面写着什么 你和孩子就是我最亲的亲人 我就是这孩子的亲生父亲 这孩子是谁啊 他不就是齐乔吗 齐乔的生日是哪天哪 就今天 就今天 二十年前的今天 对 二十年前的今天他干什么呢 二十年前 再往前倒十个月 那十个月的今天 他干嘛来着 他是在连队 还是出差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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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小钊他就在师部 他们俩见面很容易的 皇上 齐乔 他没准就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呀 不会 怎么不会呀 我跟你说 我怎么看你们俩呀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像 真的 要不说你们两个人怎么那么好啊 比亲姐妹还亲呢 你要干什么呀 你不愿意听我说是不是 你给我回来坐这儿 不是 妈 你说的都跟电影里的事 那电影它也是按真事编的呀 他没准就是真的 他没准就是真的 你别再胡说了 你跟我拍那门桌子呀 我胡说 你怎么不找你爸算账去呀 这都是谁闹的呀这 这 这都是谁闹的呀这 哎呀 哎呀 马华山你干嘛 哎呀把我被子都弄脏了 哎 刚好你帮我把这些拿上送回家去 我从集体厕所搬出来了 待会我回家洗个脸咱们就走 说哪儿啊 不是陈大明给我过生日吗 走吧 怎么了 永深 我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保留那封信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占有的情意 是一份很珍贵的纪念品 谁知道会是这样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嘛 这么多年了 咱们之间什么事没有啊 怕什么 可好姐看了那封信 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前段时间我住院的时候 好姐跟我说了一个秘密 二十年前 她还是个黄花闺女的时候 你就要甩了她 我听了我心里明白 当时你是为了同情我这个烈士的妻子 还带着未出满月的婴儿奇桥 你要甩她这件事 在她心里一直是个阴影 她好不容易不大提这段的 这回啊 又该来劲了 都怪我 我为什么要留那封信呢 我早烧了就好 我早烧了 我早烧了 你回家就不回家了 你不回家了 你不回家了 你还没想到这儿 你不回家了 你不回家了 我们各自朝前走 一切都将照旧 如果我们各自朝前走 愤懑和猜忌 依旧会萦绕心头 如果我们各自朝前走 人间就会少一对好朋友 那会为了贿赂米饭 我还送他两个鸭鸭蛋呢 记得吗 记得 可是 你怎么了 是不是跟高原吵架了 那你怎么了 好好的突然这样 今天我过生日心情挺好的 可我心情不好 特别不好 怎么就不好了 还特别不好 你就别问了 你要想知道 问你妈去吧 我妈 我妈 华盛 你倒是说话呀 小赵 蓝容存在气头上 这段时间你先躲着她点啊 别正面交锋 她那儿啊 我去谈 毕竟那封信是我写的 跟你没有关系 可是她刚才说 要把这件事情闹大 把那封信抄成大字报 要贴到食堂门口去 她要是真的不管不顾 我也不怕 大不了就离婚呗 谁离婚 谁不能活呀 你怎么了 我突然觉得有点胃疼 蓝容脾气是大了一点 可她还是个讲理的人 我想她不会像李瑞那样 搞得满清风雨的 李瑞心里啊 根本就没有了陈天安 蓝容不一样 她心里有我 再说呀 她还舍不得花沙呢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要检查身体 你怎么就是不清啊 我过几天就去了 别过几天了 明天就要去 知道吗 你说的明天还真没时间去 没有时间 明天也要撑住时间 一定要去 花山 你来得正好 赶紧陪你爸爸回家休息 明天到医院去检查身体 我爸去哪儿我妈知道 再说还有我呢 那好吧 我先走了 花山 你怎么能这样跟乔阿姨说话呢 又怎么了 太没礼貌了 我没骂她算不错的了 你妈跟你说啥了 爸 我问你个问题 小话你说吧 你是不是喜欢翘翘 想跟她结婚 是不是你妈胡说什么了又 不是我妈胡说 你别骗我了 那信我都看见了 你妈给你看到 你就告诉我妈 我给你保证 绝对不告诉我们 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呀 告诉你什么 齐翘是不是你的孩子 这个好难容啊 她什么时候能学得理智一点呢 蛤